而蘇澳政公所為了防治燈格熱 今年把全鎮環境消毒委外發包 對道路居家環境社區活動中心 與學校外圍的排水溝噴灑藥劑 消除病霉紋滋生源 消毒人員針對道路兩側居家四周 社區活動中心跟學校外圍的排水溝 來噴灑藥劑 減少病霉紋的滋生 而蘇澳政長陳金玲 特別到場了解消毒的狀況 為了防止燈格熱的發生 蘇澳政公所從6月18號開始到7月10日 我們對全鎮進行整個消毒的工作 這是消毒的範圍 包括第一就是道路兩側的排水溝 第二就是住家四周的排水溝 第三就是社區活動中心 還有學校外圍及四周的排水溝 政長陳金玲指出 為了防止蚊子的滋生 不單單是靠噴藥 因為密集的噴藥 會讓蚊子產生抗藥性 所以一定要靠全體證明總動員 清理住家內外的環境避免髒亂 才能徹底解決蚊子滋生的問題 就殺死蚊子 我想這不是根本之道 因為經常性的噴藥或是密集性的噴藥 會讓蚊子產生一個抗體 抗藥性以後 所以藥不斷地要加重 這樣對四周環境 對周邊的人身體也不好 所以為了阻斷蚊子的滋生 我想最好的辦法 就是要阻斷它產卵 所以它產卵主要都在 激水的容器或是激水處的地方 所以我們對環境的 四周環境有激水容器的地方 還有那個張藍點的地方 我們都要確實維持環境的清潔跟衛生 夏天是登革熱的好發期 為了防治蚊子 不單單靠噴藥 也要呼籲鄉親平時要清理輪胎 或是水盆等積水容器 杜絕並沒穩的滋生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導